大家好 我现在到了日月 叫日月湾的地方 我们看到后面那个大楼 那也是田海盖起来的 不过那个不是烂尾 那个晚上有灯光的 然后这里离上一集分界州 也就往北在几公里而已 所以很近了 如果来这地方的人建议两个都来看看 所以这边都是步行 从这边下去 等下我就从这边走下去给大家看 那下面还有马 这边有一只 这里好像冲浪非常适合比较高级的玩家 这边浪比较大 因为很明显 等下看过去看 看左边 都店家冲浪的 黄色的好像是酒吧了 今天我就不走海滩了 因为前几集都走过海滩 这只走街景这边 等下到下面的地方 有冲浪大神的时候 我再下去 那只狗被剃嘛 不过这两个牌子看起来挺可怕的 自己给大家看一下 那会晚的玩家 专家很多都在那边 我刚刚是有看到几个厉害的站起来的 真的在冲的 在那边 那边有吃的 不过我估计晚上才会真的开始的 冲浪板那边 好像走那个桥过去 现在那地也好流行 那个Airstream的那个trailer 好贵啊 那个 这好多的教学 就是要我后背 再拍到冲浪板 所以冲浪板会看到自己 会看到别人 所以前面有 但是一般来就行 这就好难喔 这就还得挑合式的浪 搞不好那些什么高度速度 角度都有讲究 我都不懂 哦 那个感觉要起来了 感觉要起来了 起来了 起来了 哦 对 应该 应该是要等合式的浪 站起来的时间好像都很讲究喔 这就让我好奇了 是谁第一个想要冲浪的 是谁第一个想到说 要拿着板子跟海这样子冲浪 看13代5000年前 已经有文物表现人类重浪的历史 这些时间可能很难搞证了 来放飞机过去看吧 比较清楚一点 说好的大神冲浪在哪 那边 哦 那边 哦 这个厉害 还没有啊 过来 鸡鸡 看旁边那个小贩卖 好有吃的 点了一个那个 牛肉炒饭 海南的咖喱牛肉炒饭 就吃完了才记得拍 有你这样做视频的吗 那个就是那个分界粥 然后那边是日月湾 嗯 这个还不知道叫什么 这个 看到那封面 这个啊 我想用无人机飞过去 但有点软啊 我把电池充饱了点飞过去看看 这小飞机陪了我两年了 米料蒸汽啊 飞出去还要飞回来 有点忍啊 看似不忍其实很忍 要算来回 还要算风 看似不忍 主要是电力啊 我大概50%之内 以上我就会返回来了 一回来 我还是敢要飞回来吧 因为有点恐怖 太远了 60%返航 应该可以了 我也不敢飞回来 我也不敢飞回来 因为飞快电调超快 小飞机功不可没太厉害了 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太厉害了 连那个JeroCopter都有了 JeroCopter的特别安全 速度慢,旋转半进短 无限车风影响 没动力也不会失速 但是绝对不能做不及动作 速度慢,旋转半进短 速度慢,旋转半进短 速度慢,旋转半进短